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我想今天請袁醫生幫我們分享一個題目 我相信所有的聽眾一定會遇過的 一定會遇過這些情形 包括自己或者家人 今天這個題目我想袁醫生幫我們分享 關於流血的處理方法 使用同類療法處理方法 無論是什麼情況流血 可能是撞傷流鼻血 或者戒傷流血 或者甚至嚴重一點的內催 甚至嘔吐血 噴血 相信大家都會遇到 好,這些真的是一個很急性的問題 希望今天袁醫生可以教我們幾招 很快、很有效地處理到流血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不需要大家看到遇到的情況的時候 都已經好像失控 也可以很快速地搞定 也減輕了醫療的負擔 袁醫生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究竟出血可以分幾種 成因等等 當然了 我們現在說一些比較上急性 即是創傷 簡單一點的出血 當然一般出血 都是可能會在動物、植物 或者微絲血管那裡受傷 但也有時候可能內部出血 嚴重一點的子宮出血 還有我們身體任何孔道都可能出血 或者我們身體受傷的組織 那些血管都有機會 當然了 對於不尋常的流血的成因 當然最主要就是傷口、創傷 或者急性的情況就是流鼻血 但也有些人長期都有這些問題 譬如有些是痔瘡 或者可能他真的有些流血性的毛病 甚至是癌症 當然相信大家都知道 流血的時候的情況會見到 有些時候的顏色會不同 有些時候很鮮紅 有些時候會黑、深 當然身體任何部份都有機會 但當然你覺得血是 好像蛇出來的那些 那你應該知道 這個是動物的那方面 是 破損了 那如果那些血是慢慢地 慢慢地地 就是深地抽出來 那多數這些是靜脈的血 但大部份當然是微絲血管 普通那些受傷 那 好了 那流失血之後 當然是一個常見的症狀 就是比較嚴重的失血 那會覺得虛弱 那會覺得虛弱 那會覺得好像很累 那會暈 那會暈 那會有一種好像 作暈作暈的感覺 那會有口渴 那會出汗 那可能慢慢地 你出現那個脈搏 那會開始會改變 或者呼吸都會改變 那當然最終呢 那個 那個會出現貧血 那貧血就是要看那個 那個血方面的檢查 那就可以看得到的 那嚴重一些的 就是病發症有時候 可能因為嚴重的受傷 可能產後那些出血 或者是子宮不受控制 這些這樣的情況 那這些情況當然呢 是可能挺嚴重的 會簡單一點 會很容易導致那個病人 經常貧血 但是也會脫水 然後休克 甚至乎死亡 那這些緊急的情況之下 可能都要入醫院去處理 那或者是 如果是慢性的那些流血 我們通常都要找一個專業的醫生 我們過去處理過很多這些深層次的流血 但是今天呢 說的比較簡單一點 你平時見得到 你處理得到的 好了 那遇到情況呢 第一就要看清楚 那個流血在那個地方的起源 什麼顏色的血 還有那個血 是不是流得很多呢 是不是 還有那些流血 是不是滲出來 還是爆出來 跳出來 射出來 看看是否有些 是否因為有受傷關係 也要看看病人的心智 那個身體 那個身體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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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狀態 精神的狀態 那樣 那又決定呢 就是有一點什麼 就是有急切的需要 要叫白車那些 那樣 只要这样说,听病人说的什么话 如果病人这样说,他会说不要紧的,很少东西 没问题的了,我不需要的了,我搞定了 大家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的人 都已经听到,这个是什么疗疾的精神状态 就是生甘车,亏力的,亏力的,亏力的 受伤,瘀了也好,他都是觉得没什么的,没什么的 不用担心,不用理的 第二种的情况,听人们说,哎呀,我暈了,我好像作暈了 这个是金鸡纳China,China这个阵营的 觉得会暈暈的 好了,还有这些人都看到,哎呀,我的血是很黑的,很深色的 还有这个,你能够搞定的,又不是很相信你能够帮得到它 黑色的血出来,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阵营 是叫做Krotakus horitis 就是Rattlesnake,是木民响尾尘的那只尿剂的阵营 另外,听到那些人说,其实我经常都 出血之后经常是贫血的 那个人很虚弱,小声说话,不要这么大声说话 这个阵营,这种感受,是铁,大家都知道铁,贫血 和铁有关的 好了,如果你听到那个病人说 我觉得我的静物,谷得很脏 很明显是一种静物脏的感觉 这个,你会想到,就是Hammamelis Hammamelis,英文叫Witch Hazel 北美金柳梅,Witch Hazel 这个是很常用的草药,都是这样用的 就是Hammamelis,是静物肿脏的那种情况的流血 好了,那种情况之后,那个人说 可能很多时候流鼻血的情况 他说,我每次运动之后,劇烈运动之后 走一轮之后,我就会出血了 而且血是很鲜红色的 这种情况,流血是Yarlo,Millefolia Millefolia,Yarlo这个疗剂 叫做西洋奇草,Yarlo 这个疗剂 好了,还有他说,我经常流血 很容易流鼻血 或者家长,你发现的小朋友 通常流鼻血 通常他喜欢喝冰水,会舒服一点 一听到这些说话,就想是轮 轮的人是一种习惯性的流鼻血 是无端端的 那个Millefolia,那个流鼻血 有时候,西洋奇草的流鼻血 有时候他做到运动之后 跑了之后,流鼻血 但是轮的流鼻血,其实是无疑无故的 他人有他的体型 分析一下轮的人是什么体型 所以第一,你要看清楚 看清楚发生什么事 接着就听那些病解释 给你听他的感受 接着你就去问一些东西 其实你问一下,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流鼻血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还有,过去有没有出现过呢 这个可能是一种 身体质性的流鼻血 未必是一个创伤性 要不需要问他 需不需要叫救伤车 可以看到他的心境 好了,再问一下他 其实他那时候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舒服点 有什么可以令你做得舒服点 或者有什么会令他不舒服 问他有没有痛 如果他说有的时候 怎么会痛呢 是否要搞清楚 还有,有什么令他痛会舒服点 或者没有那么舒服 会差一点 再看真一点 就是他自己流血之后 他的精神和情绪的症状 有什么的症状 有时候你要先问一下他 好了,拿了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你发现他那种流血 是因为受伤 所以你第一时间就不用想 就是生金车 就是阿尼克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很多时候他们就是 只是拿着生金车 什么都是生金车 又可以的 很奇怪的 可能因为辛苦 劳碌 是生金车 所以遇到这些意外创伤性的出血 第一想就是生金车 尤其是那些乳乳的 有些乳乳痛痛的 就是生金车 好了,如果你发现 流血的流血 那个人的面株 面株红红的 就是红薄红的 那我就想想想 比达多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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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China Officinalis 这个是什么呢 是甘鸡纳这个疗剂 尤其是长期流血 他人很虚弱 还有他人很多气 很多威气 那这个都是甘鸡纳的正常 那个情况 好了,那你发现 咦,他的身体 那些孔道 可能鼻歌 可能耳朵 甚至乎眼 都会出现一些 浸一些很深色的血和 这个呢 这个疗剂是什么呢 有时就像伊波拉 如果大家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不用怕的 就算伊波拉也好 静形对你 就可以手把手 这种情况之后 这个疗剂 是Crotagus horaris Crotagus horaris 这个是什么呢 是牧民的响尾蛇 Rattlesnake 牧民的响尾蛇 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很特别的 就是恐怖流血 那些 如果你发现 出血的地方 是一个静物的 有些人是静物肿脏 刮损了它 这个当然 我们就会想到 这个疗剂就是 Hammamelis Hammamelis 就是北美金柳梅 Wish Hazel Hammamelis 那些疗剂 但是如果这个情况 就是流血 就是因为它 它是发了力 或者是因为劳碌了 或者是跌倒了 或者是跌倒了 就是那种 就是Exertion 我记得说 就是高度劳碌 或者是 高度劳碌 是 玩了一轮之后 就又出血 又流血 通常这些血 都是那种 是鲜红色的 OK 那你就想到 就是什么呢 你看的是什么 那个是Melifolia Melifolia 是Yalou 我们的西洋奇草 这个疗剂 那这样 那好了 那有些人就是 习惯性的 流血的 那人和那些血 通常都是很稀的 就是鲜红的 就是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血块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是轮的 轮的 轮型的疗剂 OK 那通常用法都是 这些急性的情况 都是每十分钟 三十分钟就用的了 用它几剂 OK 那如果是有效的 三十分钟之后 应该会见到有效的 那你就OK的了 如果用了几剂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转一个疗剂 那当然呢 有效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薄膜用的了 是 而且你用的粉能膏 就不用用的蜜 这样的 那通常我们觉得呢 疗剂可以很快 可以是十五分钟 到几个钟头 就会搞定的了 OK 但也有些 当然 如果有些人 是长期性的 比如 有些是轮型的人 轮型的人 他差不多是 整天都是流鼻血的 每个星期都流下的 那这个是一种体质的 一种体质的 那如果那个疗剂是对的呢 比如轮型的人 那疗剂是对的呢 他就OK的了 比如可能过去 整天都是每个月 每个星期都无端端流 流了很多元的了 但是你给了轮型的人 他以后都不会再流 流鼻血的了 所以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 可以很厉害 可以普通性的 就是那些疗剂受伤 甚至可能伊波拉那些 那些五胸流血 其实我和疗剂都有帮助 都可以上半半去处理得到的 OK 那如果除了在那个疗剂之外呢 还有没有其他一些 我们坊间可以用到的方法呢 其实最简单 在同一疗剂 相信大家第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了 遇到流血 如果能够做到 就是用压力去 黏着鼻歌也好 或者就伤口压住它 当然了 那些沙布 干净一些的物件 带来压住它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第二个工具呢 就是我们叫做 那个Calendula 金盏花 那Calendula 有时候呢 有些是钉剂的 有些是噴剂的 是 有时候你买到 Calendula 加上是Piperacin 是很常见的 这些是在一般的 外国的 那个 那个疗剂的店里面 通常都有这样的 那所以呢 如果 家里呢 我觉得最重要 是避了Calendula 嗯 就是避了在那里 因为流血 是一个很常见的 是 那Calendula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伤口呢 你噴到伤口 那当然了 你先压住它 停了它 给一个内服的尿剂 適合的尿剂 譬如阿尼加也好 什么也好 那你用了之后呢 你就用那个Calendula 噴的 那当然了 有时候呢 你手上未必有尿剂 都不重要的 你这样压住它 噴了之后呢 就压住它 那它就很快就会停了 那Calendula 那个好处呢 就是处理那个流血的地方呢 很多时候的伤口呢 会复合到 连疙瘩都见不到的 嗯 所以很值得呢 每个家庭呢 都是自己避一个Calendula 是在家里 那当然了 除了之外呢 有些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呢 如果家里有些肉桂粉 是 那些Cellamon呢 有时候用肉桂粉去 去查到那个环柱流血的地方呢 都会有些帮助的 那当然了 如果有些人呢 就是因为经常流血 贫血啦 那当然吃些补血的东西 嗯 那我们通常都是 尽量用食物 是 譬如有些人 可以用那个黑椒铜 嗯 黑椒铜 黑椒铜 它的成分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那吃铁丸呢 有时候有些会伤肝的 嗯 还有会有那个 有伤肝的 所以我们都觉得 尽量用食物啦 那 相信中国人对补血的 红组啊 譬如猪肝啊 牛肝啊 牛仔肝啊 这些这样的 都可以平时作为一个 一个进步 就是处理的 那个 那个 那当然呢 最重要呢 在急性的时候呢 就有些几种很好用的疗剂了 嗯 好 或者可不可以 袁医生 帮我们将这些 刚才介绍过的疗剂呢 它的厄性呢 再跟我们的听众 重温一下 这样 那拿一支笔 写着啦 那第一个疗剂 就是ARNICA ARNICA 英文叫Leopard's Brain 那是一种有毒性的草药 那当然在疗剂之下呢 是完全没有毒性的了 那 那 那ARNICA 通常呢 任何创伤饺子的流血呢 第一时间用这个先的 OK 那而且呢 流血下来呢 你会看到很多乳伤那种的情况 是 那病人呢 觉得很痛 很乳乳痛痛 流了血之后停了也好 很乳痛的 那样 那这个是ARNICA的症状 好了 ARNICA的神智呢 我经常都讲讲病 病的时候出了事之后 ARNICA的神智呢 ARNICA的神智就说呢 没事的 没事的 不用搞我了 搞定的了 他没事的 那这个呢 是很明显的ARNICA的症状 那当然了 ARNICA呢 你都可以用ARNICA 有时候你怎样知道呢 就是你觉得他是 就是他以前过去有这些内出血的习惯 是的 那他那个病人 都是有这种态度 哎 没事的 其实他里面已经流血了 流得很厉害了 可能会流到死了 但他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事 记住呢 有你没有你先用ARNICA 尤其你觉得一个人中风 那之后很明显 他脑袋里面是有出血的 那好了 那ARNICA的人呢 如果真的他伤口流血呢 他通常都是瘀痛啦 不想碰你啦 不想你 不想你搅他啦 是不是 那他通常呢 他通常呢 他通常呢 要躺下啦 而且他头呢 就躺下低低的 那才感觉舒服的 那第二个疗剂呢 就常用的是那个BELLA D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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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做DINKE Deadly Night Shade 那BELLA DONNA呢 DINKE的那个阵型呢 通常的血是很鲜红色的 那啊 那是来得很突然的 那啊 那么啊 那是来得很陽的 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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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呢 那啊 丁茄的流血通常是因为充血,所以有时觉得身体有一种密动的感觉 当然充血得很厉害,受伤的部位最好是升高 不喜欢放低,受伤的流血部分垂下是很不舒服的 因为蜜蚝在谷的时候,会比较高一点 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出现神昏尖语 或者休克的时候,有时会说古灵精怪的东西,神之不清 这个也是一个丁茄的阵形 平时它喜欢喝柠檬水,酸酸的会比较好一点 接着再介绍另外一种,就是甘鸡蠟 甘鸡腊是 Chinchun, Oficinalis, C-I-N-C-H-O-N-A,O-F-F-I-C-I-N-A-L-I-S, Chinchun, Oficinalis,或者叫China 甘鸡腊的主要阵形,通常流血流得很多,流到人都弱了、青了,崩溃了,而且很大量流到甘皮力卷 通常甘鸡腊的流血阵形流了很多,很虚缺,很虚缺 你可能遇到这个情况,过去都是流了很多,不是第一次流的 好,记得很弱,真的崩溃,根皮力转那种感觉 神智方面可能会觉得很敏陣,有幻觉想想它做些什么 就是严重的时候,它可能有这些幻觉 通常流血得来,它轻轻,很弱 通常身体你摸下去会很冷的,而且会流点冷汗 也不想你触碰它,不舒服的地方,用暖肤会舒服 它也喜欢吃多些甜的东西,车利子,之类之类之类 但最主要是一种崩溃了,很清白,那种失血过多 差不多了,Crotagus horitis,就是牧民响尾蛇 Crotagus horitis,C-R-O-T-A-L-U-S-H-O-R-R-I-D-U-S 这个可以说是七孔流血,真的很严重 但不重要,你一见到它流血,总之最重要是那些血是黑的 即是没有乳块的,即是蛇毒,你知道 蛇毒的主要毒性就令到你内面出血 它溶解你的血,所以那些血是不会有血块的 通常是慢慢地滲透的 当然,那个颜色,黑的颜色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当然很软弱,差不多是幽黑的状态 接着就是那个铁,铁的疗剂是Ferum Metallicum Ferum Metallicum 通常的疗剂都是那些血,通常是很鲜红色的血 还有有少少血块的 通常病人本身的面是比较泛红色的 有时候泛红色,但有时候又会青一点 你看看它,它已经贫血了 贫血得来应该是青的,但它也不是的 贫血得来,有时候面都是泛红的 当然,很多时候会出现贫血,流血之后会贫血的 而且这个病者,当时会对声音很敏感 旁边有些声音,它就会说很敏感,很不舒服 也会看到,出血的部位 那些血管有时候有些蜜蜜蜜蜜的感觉 跟比达当劳这方面都比较相似 比达当劳的肌面是红一点的 但ỏ红 الر Pont有时候变得的一肤氢蜜蜜,有时候很清晰的 喜结果的就是hamamelis h-a-m-a-m-e-l-i-s 如旁边就是白 Praiseer不美甘 柳梅 我之后就是hanamelis hanamelis 主要是淨物淨物的浓血 是有的时候次是淨物肿脏 还是脂肪肿脏 这个比较常见的,通常的血都是比较深色的 这些受伤之后,而出现这些流血 感觉上,很多时候都是觉得好像语语的不息 因为它是静脈,所以很多时候最大机会是痴瘡 痴瘡的静脈是流血,它觉得很谷谷的感觉 你就可以上次用这一种 接着就是Melifolia Melifolium,F-M-I-L-L-E-F-O-L-I-U-M,YALO 它叫西洋奇草 Melifolium,通常流血的伤口,血是很大量的 有时跌倒了之后,比较少见到小朋友 跌倒了之后,不断乱撞倒了之后 这些血是鲜红色的,也不痛的 通常这些流血都是因为用力过度,跑步,运动 这些血是鲜红色的,这些类 还有一个情况之后,你会发现 它流血的地方在伤口的边边滑下滑下滑下 就是US Fossil 鱼 鱼的人很容易出血 少少伤口就出了大量血 同时这些血都是很液体的 不会有什么血块的感觉 这些是一种倾向性容易流鼻血的人 通常这些人都是高高瘦瘦,很开心,很兴奋 很喜欢瓶体,很友善的 高高瘦瘦这些人,平时对人很敏感 通常这种情况之下 鱼的人通常出事都喜欢躺在右边舒服些 通常用冰水洗在面上,觉得舒服 喝水也有冰的气水,这是他最喜欢的 这几室我们曾经介绍的,大概是八种 八种处理一般性流血是很好用的疗剂 大家可以增加多些处理流血的方法 医生教了几早上 因为大家都会明白流血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急性的问题 虽然刚才提及到一些,可能就是常见 真的流鼻血这些,我们小时候也是,禁住一下 但如果像一个小朋友持续性,经常性都是这样 作为父母都要,不是说有得,就这样按住他 真的流流一下,会流到流出线 就是变了一个贫血 我们始终经常都说,同类疗化 或者我们处理些什么的问题 都是应该要及早去医治的 就是不要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小朋友 因为有少少的流鼻血,而搞到将来是一个贫血 贫血之后,这个长手尾才来 要再搞回头就更加难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 袁英医生会继续帮我们 很全面地去讲解 介绍一些急性的问题 我们如何用一个同类疗法 或者用一个自然疗法 去处理这些急性的问题 如果大家想全面地去了解 或者去想认识到 除了听我们的网台之后 其实我们也会在陆创意里 会制作了一系列的CD 会给大家去连接疗剂 一套可以给大家 放在家里一个急救的 一个常秘 一个开门口的一个工具 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我们的网台 或者可以和我们陆创意健康店的同事 做查询 多谢袁英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 关于疗剂方面 可以和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联络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 预约 如果你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 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英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